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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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讲是接着昨天的 跟人直接有关的这些基础字 这是跟人的身体器官有关的 这一部分的字 这个稍微多一些 我们分成几个类型来说 首先是头和脸面 脸和面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 首先是手 这个字是手 这个字也是手 看这个字形很清楚 都是一个头 头上面还有毛发 有问 这个手是人的手吗 还是动物的手 你管什么手 反正是一个 你说是猪手或者牛手都没关系 请注意 我们说头的时候 那是要说人的 因为头那个字是从叶的 我们往下看就行 这个很像型的 我们讲起来就快 这个也是手 只是刚才那个手是有三个毛 这个没有 所以从手的字都是头是没关系的 那么人的手 是底下加人的 在刚才的那个手的底下加了一个R R已经知道了 昨天说过 R就是人 这是人的头 那人的头 凡是从一叶两叶的叶都跟人头有关 回头想想 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字是胡须的须 这个胡须的须 这就是一个人 这是人的头 这是下面的三个须 对吧 这个字也可以念顺 顺利的顺和胡须的须是一个字 你看那个顺的三匹 是说从穿 实际上就是三根胡须 因为古代人很讲究这个胡须 像关公这种梅染公 这个皇帝还给吃他一个井 一个井袋子把胡须装起来 对吧 那所以那个顺是指胡须的一根一根的 迅速很好 手里顺畅了 我们说好多字啊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井 后面那个是像 是吧 我们说我点头叫做顿 顿首北拜 是吧 停顿 停顿的意思是点头 一天吃三顿饭 为什么叫三顿 有人问过 那不三顿吗 你工作如果不吃饭 已经连着了 要吃饭的时候 中间要停 像点头一样 一顿两顿三顿 是吧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回头去想 道理很清楚的 不要顾 顾就是回头看 是吧 这些我们就说回顾 这些知道了一些基础的字形 我们会很好的理解 这个染染生起 这个我们说 金句的那个 那个胡须叫染口 听说过吧 唱金句的时候 挂在鼻子上 那个叫染口 这就是胡须的样子 这个字就是我们后来 染染生起的那个染 这个是耳 耳起的耳从哪来 原来就是胡须 也是 那个染是连下面一起的 这个耳只是 那个嘴唇上边这个部分 掉的刺耳 但后来这个字形已经不用了 就是不是头发上的毛 这个字念标 我们今天头发的发 胡指的胡 胡须的须 今天都是简化了 过去都是要从这个标的 这个标就是长头发 而且还飘着 还有几根飘着 这个是原来繁体 我们能看得清楚 这个标造了好多字 古代跟毛发有关的字 都要从它 头发的发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今天写的很简单了 这边这个字有着念悬 我们现在悬挂的悬 过去也可以念焦 焦的意思是 你看这个是手啊 这个字不是手吗 刚才那个手的三根毛在上面 对吧 现在手的三根毛下来了 所以就是倒悬的意思 哎呀 这个又很残酷 看到没有 这是一棵树 这是一个绳子 这是一个头 把人的头砍了以后 掉在这一个 一个高高的杆子上 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到了 我们今天的县 这个县看到没有 还有悬挂的悬 这个县的意思 实际本来就是把人头砍了 倒着 然后愁下 什么机构有这个权利 只有国家的机构才有这种权利 过去说县 就是悬挂人头的地方 那悬挂人头的就是国家机器 所以后来到了秦始皇 三四六郡 郡下面有县 那这个县干啥 就是过去的县是有 杀头的这个县官是可以断案的 我们知道是吧 所以它才叫做县 是这一步一步过来的了 那本来这个字就是悬挂的悬 那要把它变成了 能够悬挂人头的这个地域名称的话 这个悬挂的悬 后来把它加了一个心字底 心字底的悬是什么 是心悬着 是这个字 这个字形 我们今天都简化了 我们今天简化成这个样子了 可以看得到这个关系的变化 就是说看 今天看起来距离很远了 但是我们回到字形上 很容易看清楚的 这个是人的面 这面很容易看清楚吧 这是你的脸 中间是眼睛 没有这个眼睛 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个圈圈画的是什么 现在很清楚 那底下再加个人 这个字就是面帽的帽 这个帽在所有人简直里都用这个样子 不用底下这个帽 不从这个字的 从字就是野兽的脸 我们说帽的时候一般说人 这个我们能看得见这样的关系 这个字形看 底下是一个人 这是人上面的一张脸 这就是帽 我们说像帽如何 很清楚的一个像型字形 那面和帽我们都搞清楚 下面这个是仪 仪是什么 我为了弄清楚找了一个这样的图 很好看 那小孩子的脸 那个茶胭脂的那个地方叫做仪 是吧 所以仪是个很好的词 这个字形你看 中间这一个一点点 是吧 这是这么画着的 这是脸颊两边的那个红润的地方 古代以风仪为美 到唐代我们知道 还是以胖为美 所以胖是漂亮的 胖叫风仪 看到没有 这个仪是个好词 不知道现在怎么搞的 瘦为美搞不清楚 下面是木 眼睛 眼睛本来是横着的 这很清楚 但是我们汉字是一个长方体 所以横着写了太宽了 把它立起来就变成这个木 这很容易看清楚的 两个木这个字是句 有人说念瞿 瞿秋白的瞿 你一看就知道 这猫头印的两个眼睛 是吧 就这样看着的 这个很像很像很像 这个剑 古代人说 看和剑是不一样的 这个看着 我们看那个看着 一撇一横 一横又一撇 是吧 这个看是什么 这个看 这个字形啊 一看就知道 这是手啊 什么是手啊 这是手啊 这是我的手啊 这是中间大拇指 这四个指头啊 那看什么意思呢 看是这个样子叫看 谁看 孙悟空 孙悟空在天上往下 那个叫做看 所以看和剑完 过去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是啊 看是一般的摇看 真的 那个剑是看清楚了 叫做剑 那怎么就表现看清楚了呢 古人说 那眼睛越大越清楚 底下是个人 画个大眼睛 所以我们说 赵薇可能是看得最清楚的 嗯 下面这是 这个剑呢 你看见了 还有人家让你看见了 你让人家看见了 这就是展现 所以这个剑和现 过去是一个字 一个念剑 一个念现 只是那个身符有 有区别 对吧 那展现的现过去 就是用这个的 所以经常会错 很著名的故事是说 有一个 出气 那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参观 有一个英语的翻译 带一个美国人去看一个中医世家 那个中医世家 那个上面写的一个匾 叫华佗再见 华佗再见 那个外国人就问说 那上面写什么呢 那翻译随口就说 Goodbye 华佗 这是文化 这个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我们不能随便说 这个是眉毛 眉毛都漂亮看不美好 那个眼睛上面的眉毛 如果你不画这个眼睛 这个毛 就不知道干啥用 以为是山来着 对吧 所以我们以后讲 这叫衣服像物 实际这个眉毛都眉 所以 女子的眉毛是 是最漂亮的 所以 画眼影来着 现在不是眉毛很讲究吗 用什么什么 为什么这样啊 因为这个媚的这个字 是最好的一个 对女子的表达 她就从眉毛上来 今天加了一个女 过去是不样的 这个媚和媚 就像分和分一样 明白了吗 这两个是不同的词 但是它同一个字型来表达 这个 下边这个是尘 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个 臣服的臣 臣子为什么叫臣子 这个臣子的眼睛是竖着的 用一个竖着的眼睛 表示臣服 是什么意思 说臣子永远都是低着头 扣着地下 皇帝一叫他 他侧着抬头 一抬头这个眼睛就立起来了 这个造字这么艰难 你看看 很不好表示的 臣服于人 你要头扣着地下 所以你要不服的话 我就用一只手去用力 把你按下去 把你头按下去 你看这是一只手加一个臣 这个字就是坚 坚强的坚 那个人很匠 你按他还起来了 按他还起来了 这叫坚 坚决明白吗 我们现在这个坚 再加一个土 是表示那个土很硬 是吧 那个土的降的程度 跟这个人的降的程度一样 这是鼻子不用看 一看就知道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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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说我自己 指着鼻子 所以用来做第一人称代词 那原来那个字怎么办呢 再加一个身符 再加一个身符 变成这个鼻子了 这两个我们叫古今字 古代鼻子 这个字就表示鼻子 后来这个字 接去表示人称代词 自己了 那这个再加一个身符 在底下 加一个B 是这样 苏文说从字从B 这个我们能看得清楚 这个耳朵不用说 耳朵干啥 耳朵举听也 耳朵主要是用来听的 这是口 我们非常喜欢 苏文解字的这个取胜的定义 给一个东西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是极为艰难的 你看一看 这是嘴巴 请注意 这是主要说人的嘴巴 因为动物有时候不叫嘴巴 比如说老虎的口头 它有一个专门的形状 比如说鸟的嘴巴叫叫灰 知道吧 那么人的口就一定是口 人的口做什么用 我不能说这个样子 我不能像人口 这样说不清 他说人所以言实也 所以就是以所 口干什么用 人用它来说话和吃东西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作用 但主要的作用是这俩 是吧 你看这种定义下得多好 是吧 你想啊 这两千年前的人 这个是把口装大了 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的一行不要了 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字造得非常漂亮 我们看一看 这个字是砍 下边这个 撅嘴巴 是撅 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这是口 上面是那个嘴巴往上撅的那个样子 是吧 我没办法后来找了一个小孩子的这个样子 很形象吧 是吧 这种字当然不太常用 两个口 叫宣 宣就是我们说宣闹的宣 开始是这样 今天一个口子 加这个 我们今天干脆一个口子 加个宣全的宣 对吧 这就是口 两个口对着草 当然是宣闹了 没问题 这个是曰 造得非常好啊 古代的语气 曰是什么 我们是古人的曰 就是说话的说 只曰学而时息之不宜悦乎 那个是快乐的意思 古人说话不说说 他说曰 所以总是只曰 没有说只说的 什么是曰呢 嘴巴是人的嘴巴 这里是一个气 这个气从嘴巴里出来 它想像是这个样子 就我们做flash的时候 经常会这样 一个叉叉叉叉的往外走 这就是曰的一个 很形象的一个表示方法 这个字说不清楚 这个是哭 今天我们也没弄清楚 这个哭是怎么回事 他说上面是那个喧闹的喧 底下来是个狱 监狱的狱 监狱的狱 监狱的狱造得非常好 中间是盐 左边右边都是狗 狱就是官尺 何以输我狱 就是打官尺 打官尺是什么意思 狗亚狗 所以被告原告对吵 这叫狱 看好了啊 后来打完了 肯定有一方送到牢里坐着了 所以这个牢叫监狱 那是后来的事情 这个是告 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底下是口 上面是个牛 怎么上面有个牛呢 怎么是告树呢 告树牛吗 不是 说完说牛处人 脚坐横目 所以告人也 从口从牛 什么意思 周易里边有同牛之告 什么叫同牛 就是刚刚长大了以后 那个头开始长脚的小牛 他老想着去顶人 顶东西 这叫同牛 那要老去顶的话很危险 于是古人有个什么办法 在这种牛的 刚刚长出来的脚上 用一个横目给他绑着 绑着的话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你看见这个牛过来 你小心点 弯着走 另外一个意思 他用个棍子绑着 他顶东西又顶不坏 知道吧 我们说这就是 中国最早的广告 这是古 这个古这个概念很难表示 什么叫古代啊 我们古人很聪明 古也 从石口 至前一言则也 什么是古代 古代什么古代 很好想啊 那是你爸爸告诉你 你爷爷告诉你爸爸 爷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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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一直说下来 这个是古 你想想我们古人很聪明吧 这种概念你怎么表达 非常非常抽象的概念 它表达好 所以我们叫做石口为古 是吧 这个造得非常好 这个是鸡鸡喳喳的鸡 对着草啊 我们现在 宣枭的枭 中间不是加一个叶吗 想想 盛枭成上 很炒的那个枭 中间不是个叶 叶是人头 四个嘴巴 你想 一个男生在中间 四个女生在周围炒他 那叫肖 看到没有 很难受 这个是舌头的舌 舌头的舌是什么呀 看看这个舌头 你说那个舌头 为什么开叉呀 我们说 狗最 在人的经验里边 狗的鼻子是最灵的 蛇的舌头是最厉害的 为什么 最开始人从 在森林里出来 他不怕老虎 不怕猛兽 他怕什么呢 怕蛇 因为你有火 一堆火还有人 拿着棍子的话 猛兽我可以把他赶走 但是你在那里睡觉 蛇一过来以后 把你咬 那个蛇 突出的那个舌头是 伸出来有毒不说 它还有个叉叉 是吧 国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用它来表示 表示舌头 在这个舌头上面 再加东西 那就是言语的言 我们往下看 这是言 言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嘴巴里伸出个舌头 舌头里有东西出来 有气出来 这个言 言和音是一个字 中间加一小行就变成了音 今天言和音啊 读音也只差了一点点 过去是一直的 但是言 我的说法是 音是一切发出的音 言是有意义的音 什么是言 人才有言 是吧 严格说起来 动物是没有言的 我们说动物语言 那是比喻的说法 人才说语言 那个言是 是一个带有 就是我现在是用言跟你们交流 那我发的声音里面是有带有意思的 你一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是言和音的关系 这是音 看到没有 所以后来音表示那种 不表示意义的 音乐 你不能叫言乐 对吧 发言不能说发音 发音和发言不是一回事 从 我们从构造里搞清楚了 这个字的来源的话 我们对它的这个构词 对它每天的使用 就会有更深的认识 这个字是竞争的竞 我们今天的竞争 从哪来的 从两个言 甚至是两个言 发言的这个人 底下还有一个人 所以你看吗 什么叫竞争 竞争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对着吵 对吧 两个人扎扎嘴巴拼命吵 这就是竞 最早的竞 但是带着言的 我们今天越弄越少了 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一个了 这是简化的结果 就不简化之前 1956年以前 竞争的竞子 能写成这个样子 搞清楚 关系啊 这个是枝 枝味的枝 什么叫枝味的枝 从干 从这个叫臂 臂就是勺子 你们吃饭的勺子 什么叫有味道呢 你用你的勺子 去挑一个东西 放在嘴巴里 嘴巴里觉得很好吃 那干是什么意思呢 干是这个嘴巴里边 有一小行 什么意思呢 小孩子都有这种体会 很好吃的东西 喊在嘴巴里 他舍不得 舍不得吞下去 对吧 多喊一会儿 那个叫味道好 古人的干不一定是甜 干是味美 味之干 这样子我们就能看得到 这种字的造法 这个干在这里 所以从口喊一 一是什么 一是道也 味道非常好 这个是打哈欠的欠 以后看见了 所有从这个欠的 就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出气 出很多的气 一个是唱歌 所以你看唱歌的歌 右边是从欠的吧 想想看 饮水的饮是从 从右边的吧 对吧 还有羡慕的羡 底下也是从欠的 看到没有 上面是羊嘛 底下是刺 实际上弄错了 底下是羡 是水旁边加一个欠 那就是咸 这个咸子 你看造的多好 这边是 这是一个人在这里 看见好吃的东西 那个口水直流的 那个嘴巴那么大 这个造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像子 所以说莫欲口意也 看到没有 羡慕人家的东西想吃 那口里不断的往外冒水 说的这么清楚 这个字造的 所以这些字形 我们今天来看 就非常好玩 这个是饮酒的饮 我们今天又不对了 饮酒的饮今天简化 左边是一个十字旁 右边一个 不对啊 人家饮酒的饮是酒坛子 这一个人在酒坛子旁边 你看还伸这么长的舌头 伸到那个坛子里面去喝酒 这就是饮酒 最早的饮 为什么要简单这个样啊 嫌他比划多了呗 是吧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好 这个字念忌 忌然的忌 忌然的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忌 看到没有 这个忌然的忌 我们以后还会见到它 是啥意思呢 右边这半边和这个极客的忌 右边这半边 就是那个食物的食的底下 食物的底下是一个饭盒 那个食物的食啊 上面的一撇一辣一小行 是人的嘴巴 底下是一个饭盒装的有饭 什么叫食 装到嘴巴去 在那个盒里吃东西 那么左边是一个盒 饭盒 右边这是一个人 这个极位的极 极客的极 是一个人把头伸到饭盒里去 这个极呢 是人吃完了头往后一样 我吃饱了不吃 所以我们就知道 极是马上或者说达到 所以我们说皇帝当皇帝正位 叫做极位 还有它可以表示即将 但是凡是用即表示的 都是在英语里叫什么 叫完成时 它都完成了的 我们说既然既然 凡说既然是表示什么意思 做完了已经这样 你看这些齿的来源非常漂亮 这是牙和齿 你看这个齿 这个齿就是 现在知道了吧 齿跟牙不一样 我们先看牙 这个牙字 它说母齿也 就是很壮的那个齿 牙是双的 你看他们这个牙是双的 你用舌头捞捞你的嘴巴就知道 后边是牙 前边是齿 看到没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好玩的 人是先长这个齿的 而且几岁长几个都是有关系的 那齿是单的 在前面的 齿是用来可以切食物的 所以我们叫做咬牙切齿 知道吗 那么这个齿长 什么时候长齿是有规定的 所以齿跟年龄有关 我们年龄的龄 右边呈龄的知道吗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续齿续齿 今天吃饭我们不论官职不论学问不论什么 我们续齿 续齿是什么意思 排年龄 排年龄是说 那就是像那个随牙齿先长 你看那个动物啊 我们牛马市场里 你要问说这个牛几岁了 人家笑话说你外行 那个牛把它一拉开用嘴巴一摸 它长了几个齿就是几岁 那个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 人现在已经不标准了 因为人个人有的是喝牛奶 有的吃这个 有的吃那个已经不准确了 但是牛马是很准确的 都吃草 几岁长几个齿是非常准确的 这些文化都是早期生活积累下来的 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混了 牙齿不分了 那不分的是不是可以 好多东西都是 比如说这个牙 我们经常有交错的意思 叫喘牙交错 但不能说齿它没有交错的意思 是吧 齿只有排列的意思 牙才有交错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隐身意都是这个样子的 三个心 这是三个心是说 这个用的比较少 重注意了 我们这个心跟脑 到底谁是表示思维 到今天一定也没搞清楚 但是古人说那搞不清楚 我们就一起呗 这个字念性已经讲过了 头盖骨是吧 小孩生出来 中间这个地方是没合的 慢慢长合 那叫性门 那性门 古人搞不清楚 到底是那个 为什么绝对是心在思考呢 因为动物杀出来以后 那个心脏还在跳 是吧 他以为那个就在思考 他后来发现不对啊 这个东西好像不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老子的 老子里边 他就这个思维的思 就底下重新 上面重新 我们今天把这个字一错 错成了一个田 就有学生问过 我问老师 人思想跟田有关系吗 跟田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思想只能跟 老子有关 跟性有关 这个是手 刚才说过了 五个指头 这个手的样子 那在用的时候 实际不用那五个指头的 我们用的比较多 是三个指头 这个叫大拇指 这个叫食指 这个叫中指 对吧 这用的比较多 我们看一看 所以以后看到了 这是右手 这是左手 很清楚的 左手和右手合起来 这个往上是拱 我们看看 一堆手的字 造得非常好 这个是寸 什么是寸 就是从这个手 到这个骨节的 这个长度 这一节叫寸 所以他用一点来指示 所以以后看见寸也好 这个寸一定跟尺寸有关 什么叫尺 是从这个骨节到这个骨节 叫一尺 看到没有 这是一寸 这是一尺 鬼人八尺是一个人的身高 八尺为寻 寻找的寻 你看一看 是从寸的对吧 那我的身高就叫一寻 是吗 两个我的身高叫一长 那一寻是多少 一寻是八个这么长 这是一般的人 八尺 那八尺是多长呢 是这个指尖到这个指尖的长度 你回去量一下 如果你的身高 然后你在墙上这么一量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当然有的人很特别 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所以不特别的人叫寻常人 特别的人叫不行常 所以像我们这个是寻常人 对吧 姚明就不行常是吧 武大郎可能也不行常 明白了吗 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啊 他一直用的虚词来 你去回头想想他的道理就很容易清楚啊 那手的动作很多 你看这个字念 鞠 没有我没有杯子喝水的时候 两个手的吗 要往下是吧 这叫鞠 那往上就要拱 两个手往上 比如说共产党的共 那个共上面是个杯子 手拿这个杯子往上啊 下面还有 比如说西藏人顶个杯子 说请喝一杯酥油茶 那个手是往上拱的 赵子很聪明的 他那个手的方向不一样 他表示的意思不一样 这个字叫攀 是攀圆的攀 你看这两个手的手指是往下的 这两个手指是往内往上的 这两个手指是往上往外的 为什么要往外啊 你想 这两边是墙 我往上爬的时候一定要扒着 对吧 所以就攀 攀圆的攀 这是最早的攀圆的攀的字 是这个样子的 好多说文的字 你说不认识 实际你想想很简单 就有认识了 这个是仆人的仆 哎呀 好复杂 这看到没有 这奴隶社会了 一看优势的 中间这是一个人 这个头上戴的有妾 昨天说那个妻妾的妾 是个夹锁 那个尾巴的尾 对吧 那个仆人的衣服是有尾巴的 仆人干啥呢 每天那里拿个薄机在那里扫地 这个仆人在那里倒垃圾 看到没有 这个字形就是这个样 它照这么复杂 我们今天还是 越剪越少 越剪越少 我们今天剪成了一个 左边单人旁 右边啥 一束一点 是吧 那是因变 那请注意了 那是很晚才有的 过去的谱是不能这么写的 是这个样子 才是普人的谱 普术的谱也是 原本的 最低级的 最简单的 叫谱 这个刚才说了 谱 就是进谱的谱 就是两个手往上 拿着酒杯 这个是意 意这个不同 什么叫不同 这最典型的就是变脸 变脸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不知道 什么叫做意 一会儿换了一张脸 一会儿换了一张脸 看到没有 它两个手拿着一个假面具在脸上 看到没有 跟人不一样 我们这个字越变越多 今天弄成了啥 还留下来的两个手 上面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己的脊 对吧 那是简化 请注意 1956年以前 这个意只能写成这个样子的 不同的这个意 是这样的 意一样 这个字是鱼 太多这个字了 鱼的意思 是啥意思 看 四个手 这两个手往下 这两个手往上 这个会造出好多字来 比如说这个举起来的举 中间有一个牙 就是鱼 就是参与 你也伸手 我也伸手 然后底下还伸出一个手 是五只手 把一个东西抬起来 这叫举 这个鱼 车的鱼 皇帝出宫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中间是一个皇帝坐在上面 好多宫女都伸手去抬 还有这兴起的兴 看到没有 中间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 过去的 竹大坝的时候 是吧 很多人把一个东西抛起来 然后放下来 把它憨实 那个叫兴 兴 兴就一起用力 把一个东西抛到天空上去 所以兴有起的意识 为什么叫高兴 那个兴就是兴 兴和兴也是个声调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的情绪很嗨 我们现在不叫很嗨吗 很嗨就是兴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些造字的好处 这个是爪子 这是手的三个爪子 往下 爪子可以弄很多字 我们经常错的 你比如说这个彩 彩集的彩 是一撇三点底下一个木 想想什么叫彩 爪子在那个木上面 或者草上面 摘叶子摘果子 对吧 什么是菜呢 菜在彩的上面加一个草 说明最早的菜不是种的是什么 野菜嘛 彩的嘛 但是你看我们大街上 大部分都有 好多都是错的 他就把 他把那个草子头一撇 然后左一点右一点 在底下写个米 那那个字形是错误的 那应该是一撇三点 那一撇三点是爪子 底下那个是木 这个是斗 战斗的斗 我们今天简化也有 我不反对简化字 但是简化字有一些是不合理的 我今天把战斗人打架的一个斗 写成了一斗米两斗米的斗 是吧 那个字本来是斗 是一个长大的这个墨斗 释放的墨斗 我们把那个字简化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字 就麻烦了 其实斗真的斗太漂亮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人伸着手 你抓着我的头发 我抓着你的脸 这还是真正的斗 看到没有 这个字跟门不一样 门是两块门 我们后面会看到的 这个字很复杂 这叫历史的史 历史的史 看着简单其实很复杂 中间这个钟是什么 我们这个钟是什么 这个钟是手里拿着的一个文件袋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钟是一个文件袋 这个是手 手拿钟的人就是使 说上古的时候 国王在中间 他出门的时候 要带着两个人 叫左使右使 左使既言 右使既是 皇帝说了什么重要的话 那个王说了什么重要的话 左边这个史官就用竹简写了 或者用专博写了以后 塞到他手上拿那个文件袋里 那如果发生了地震 发生了一个什么重大的外交事件 那右边的这个史官就把它写了以后 做到文件袋里 这样的人 实际上这个就是史 记下来的一个事情是史 管这件事的官 史官叫做例 官例的例 这个例子在史上面加了一小行 那么他们所处理的事物叫做事 所以我们说史 例 事 过去的读音很相近 它们三个是一回事 是从一个字形里边来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字形就很 你把这一会儿拉长 它就是事情的事了 事物 史官和记的内容 这三个东西过去是一回事 后来这个例就干脆变成官了 这个事情表示所有事情了 只留下这个史 来表示一切的历史 我们中国的史书的历史 叫史官文化 非常非常的久远 我们回头去想 这样子的话 它的这种 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里边 使使用 然后照字形去表达 表达完了以后 在使用里边 它需要分化 分化了以后 它需要调整 才会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化 那个字圆我们找清楚的话 这个流就搞清楚了 这个是枝 上面是一只手 拿着一个树枝 这不用说了 我昨天说过了 笔为什么叫一枝 因为像一枝树枝一样 对吗 凡是像一个单个的枝条性的 统统可以叫做枝 那么我们中国的毛笔 就是用竹子做的那个毛笔 用笔写字很早 开始站的东西在竹简上写 在柏就是禅师做的那个布上写 很早很早就有 说文解这里竹字头的字 那么多 那都跟竹简有关 那手牢毛笔写字 这个叫做列 一横 写两横就叫做玉 玉是什么 杜玉明 我们还有这个字 玉就是律 法律的律 什么叫法律的律呢 你看好 这左边的双人旁就是路 右边是手拿着毛笔在写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用手拿笔写下来的 你必须遵循的规则 它写下来 你必须按这个路去走 这个叫律 画 画不是我们今天美术的那个画 画的意思是界限 这是田 底下是田 看到没有 比如说我们在说 这一大片田 谁跟谁 淋着谁是谁的 我们可以在一张纸上 或者一个图上面去画 说这几块是谁 这几块是谁的 画清楚了就是顶前字 水井的井 古代把田分成九块 对吧 中间一块是王田 这都是界画的画 我们今天都引来 作为美术的这个画了 下面这又是早期生活了 这个叫歹 歹 歹 歹不得歹 我们今天是要加走字点 是吧 加走字点 在路上跑 在路上跑要抓 抓谁呢 抓奴隶 奴隶我们已经知道了 仆人的仆也看过了 对吧 那个隶字也看到了 这个隶实际上 后来单独叫做里 做名词叫做隶 做动词叫做歹 这个是书 这个书 有一种兵器叫做书 手拿一个兵器 就等于有点像 古希腊罗马那种头枪 尖头的 手拿着这个东西打人 所以这个书字 经常会出现在右边 跟铺 还有就反文旁的那个 反文旁 都是手拿 这个铺 看到没有 这是手吧 一只手拿着一个棍子 有叉叉的棍子打人 这个叫铺 这个就是后来的反文旁 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我们能看得见 拿着鞭子 拿着棍子 拿着锤子打人的字非常多 我讲一个有趣的 学习的学 我看这个学习的学 什么叫学习呢 很麻烦 这个学习的学 我们今天变成三点 是在这个上面草书草成的 什么叫学呢 首先这边是窑 窑就是周易的窑 是吧 一个乌龟烧出来有叉叉 不说那个就说 我们就看手相 手上是有叉叉的 对吧 占卜的补也是叉叉 是吧 用叉叉表示知识 这上面这是叉叉表示知识 底下我们已经熟悉了 这是个小孩 是吧 baby 一个小孩 他生出来小孩是不懂 不懂知识的 他面对知识的时候 他脑子是空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表示那个小孩不失智 那小孩叫蒙童 知道吗 为什么叫蒙童呢 他脑子是蒙的 那怎么办呢 跟他搞一个盖子盖上 看到没有 这个底下是个孩子 上面是个盖子 上面是知识 就是孩子面对知识的时候 他不认识 所以我们就说 你一个头是蒙的 想他给他盖上 盖上以后 谁把这个蒙拿掉 让他失智呢 那当然是老师 是吧 我现在就干这活 把你老子里的 把你头上那个蒙揭掉 看到没有 我用什么揭啊 我用什么揭你的蒙 看见没有 两只手 这是老师的两只手 看到没有 一个知识在这里 一个孩子在底下 孩子跟知识中间有一个蒙 老师伸手去把那个蒙拿掉了 这个孩子就面对知识了 就学会了 这一套动作叫做学 也叫小 像东北人把学还叫小的 是吧 我们说学一学 东北人叫小一小 是吧 下边是这个 刚才手说完了 现在是说脚 跟脚有关的字 基础字也有很多 这个是纸 纸就是脚板 你说为什么不画五个纸头呢 你刚才那个手 不是右不字也字 画三个纸头吗 主要的 那个写字不是画画 每一个系地方都画不可以 对吧 所以他是用这个 这个一立起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一写 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不认识这个纸了 只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脚板 一个是脚板停在这个地方 叫停纸 是吧 可以理解 一个动词一个名词 好 那在脚板的上面 加一小半小腿 这个叫竹 所以纸是脚板 竹是带小腿的脚板 好不好 这样理解就比较好看 这两个都用 在使用的时候都会用 这个书 书实际上是竹的变化 你看这很清楚吧 一截小腿加一个脚板 很清楚 所以这个书通 我们叫那个书通的书 实际上左边那个 我们现在出床的书 实际上是今天写成了一个正 是吧 正确的正的写着写 书通 是吧 我书通一个关系的书 左边那是脚板 用脚板走通的 这些字型我们回头去看 都比较容易看清楚 脚板所构成的字太多了 我们今天无数的脚板 待会往下看 我们能看到 待会就有 这个 看 这一个 这个是啥 这是脚板往外走 是什么呢 想想桌边林 想到了没有 这叫外拔字 是吧 所以这个灯 灯上去的灯 上面就用这个 用两个脚板往外 往上走 这个是走 什么是走 这是一个人 就是我们说的腰 一个人彻体挥手 底下加一个脚板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这个样子的 人这个样子的 但是你走的时候 你这个脚板 可以很快地拿 但是不能够腾空 这是像什么呢 我们现在 现在那个叫 体育运动里有一个进走 对吧 那就是古代的走 非常好 这个是两个脚板 叫做步 叫走路一步 什么叫一步 不要搞错了 一步你说的脚 拿一下是一步错 两个尺 看我这里 我这个左脚往前 右脚再往前 这个叫一步 人的一步大概是多少 差不多 一步大概 比我们的八尺 比身体要短一点 一般是六尺 所以百步圈阳百步 这个是尺 这些制造得非常好 什么叫尺呢 这个是脚板 这个是人 什么是尺 我脚在我这地方 懂一下 这叫尺地 是吧 人的脚板 所在的地方 叫尺 彼尺彼尺 造得非常好 什么叫做正呢 这是一块地方 这是你的脚板 你脚板直线 对着那个地方走 这叫做真 实际这个字是动词 叫做真法的真 凡是有中古约真 你可以直接去打他 直接走了一个方向 这叫真 那么你直接去做形容词 它就是正 是吧 做动词就是真 那这个是跟正就是一回事 这个是是啥意思 你看 这是太阳 一般认为这是日头 人的脚板 正朝着日头走去 这个就是是 所以它有正确的意思 所以是在古代表示 是是表示肯定 然后表示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用来表示代词 古代说是某某也 是说这就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是总是表示肯定的 今天我们也用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说文说是职业 正对着太阳走去 这照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下面说这个赤 赤是双人旁 双人旁是什么 双人旁是半边路 是半边路 你看这个先后的后 这是路 这是人的脚板 这是线 你怎么落后呢 我跟你走路 你把我的脚用绳子牵着 我肯定比你厚 什么是仙呢 这是一个人 你的脚板在我的前面 这是仙 这些字造得多好呀 这个字是品德的德 看到没有 品德的德 这是直 这是一只眼睛 这是一个 看 我现在要看那个镜头 我怎么看呢 我看过去的时候 我拿个手指的中间 这就是三点一线 是吧 那个是直 那这边半边是路 这边是心 所以德是什么 德者心之直路也 你那个心是走的直路 你就有德 你那个心要歪了就是缺德 你看我们制造得多好 下面 那半边路在家底下一个脚板 这个叫错 错通通今天的走织点 都是从错来的 脚板在路上走 很清楚 你看过去都是两边路 但我们嫌两边多了 只用一边 一边把那个路写在上面 把那个脚板放在下面 后来一炒书 就变成了我们的走织点 所有走织点都跟走路运动有关 没关系 没问题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把这个 把这个路延长 这个字就是延 所以延 延我们有延长 拉长叫做延 延伸 对吧 这两个字都是一样的 路是什么路 路是就是这个 很清楚 那这就是十字交叉大路 这个念行也念行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本来就念行的 后来呢 你在这个路上走路 名词叫行 动词叫行 是什么人在路上走呢 一般因为是军队 所以军队在路上走 是一行 所以古代的军队的建制 五人为五 十人为十 十二人为行 十二人就是一行 相当一个牌 这样的一个建制 那你懂得这个道理就好办了 这个就是两个脚板往两边 这个叫喘 相背 跳舞的舞你看多好看 这个人跳舞啊 脚敲起来 手里拿着牛尾 拿着花 手舞走倒 这个舞之间 我们在大街上还能看得到 这是两个脚往两边分开 很漂亮的一个字 这个是杰 杰处的杰 一个人把那个脚板敲到树顶上去了 那个人在树顶上比你高 所以叫杰处 知道吧 我们今天又剪了剪了 剪了好多好多 还有陈 陈法的陈越翻越高 怎么叫陈 爬树叫陈 爬到树顶上叫陈 爬到树顶上叫陈车 爬到房顶上叫陈屋 爬到屋顶上 爬到天上去叫陈峰 看到没有 那我把树翻上去叫陈法 不管你用到哪里去 都跟字元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都能理解 下面这个是尾 尾就是尾 包围的尾 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城 四边都是脚板 本来的意思是 士兵在这里巡逻 你这个字写四个脚板多凡人 少写一个 两个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字就是包围的尾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圆着圆着 这个尾是用来表示牛皮筋 牛皮筋很容易变成圆圈 柔和的叫做尾 那包围的尾呢 比如说再在外边加一个框 我们在包围又加一个框 那就是一个地方 那什么地方要用士兵来守卫呢 一定是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加一个人就变成了伟大 看到没有 这些字型我们都可以 去不断地伸出更多的来 就是说人的从口 耳 鼻 手 足 各个都会伸出很多字来 这些字作为字根 它再作为偏旁又伸出无数的字来 这样子我们对这个系统就非常熟悉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 每一个器官都会设计的一串 跟它有关的这种动作 我们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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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